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完整财经资讯尽在财经天地 观众朋友好 Long On Time成立在2002年 到如今已经有18年的历史 他们是在贷款业界的泰斗 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他们公司的CEO Founder Andrew B来到我们的现场 Andrew 主罗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您所不知道的贷款那些事 那当然是咯 就是说您也许了解今天的利息是多少 明年的利息该多少 但是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在后面的运作 如果您明白了 那么对于您什么时候应该做贷款 就有一个更正确的选择了 首先我们第一段的主题是在美国房贷 这个房贷的发展史到底是什么 Andrew 好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想今年这个房屋贷款 应该是大家并不陌生 因为这个利息突然大跌 那么可以说每个有贷款的家庭都可以做refinance 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贷款 就是说像银行借钱买房 这个利息越低越好 应该没有什么太复杂 那么我今天来想的就是说跟大家聊聊这个这个整个大的方面 就是美国贷款市场它一个发展过程 因为我觉得美国的发这个贷款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推动这个美国房地产的一个重大因素 因为我们看今天这个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全美可以说个人拥有房屋的比例占60%以上 那有些州呢甚至达到70% 那么可以说这个贷款的发展应该是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政府实际上是在这个2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意识到 让居民拥有住房会对本国的经济和和这个社区建设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那么同时呢当这个居民拥有住房的时候 那么他对本国资本市场的这个投资的愿貌也会更多一些 这个实际上是变相的推动了美国这个资本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发展 实际上美国这个地产这个发展实际上等于是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时机 在最初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90年代初 当时的这个贷款因为应该说更急于这个private 也就是说全部是个人行为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政府的involve 当时的这个首付要求也很高利息也很高 而且呢这个就是选择也非常少 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地产市场并没有有个显著的发展 那么到第二阶段呢也是从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实际上这个美国等于政府开始慢慢的involve到这个贷款市场的一个发展 从开始向这个贷款银行提供保险呢 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这个这个贷款 从而提高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 那么实际上这个四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应该说是美国房产市场的第一次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发展 那么第二第二阶段应该是发生在这个七十年代 呃当时呢这个在一九六八年 美国政府联邦政府等于sponsor成立这个fineymay啊 fineymay这个我们今天应该每天都在讨论这个fineymay的事情 在一九七年年又成立了这个fineymay 那么实际上这两家政府资助的机构并不是直接发放贷款 而它的主要作用呢是说呃建立一个二级市场 那么通过这个二级市场把这个呃贷款能够打包啊 这个再销售出去 这个实际上就是美国贷款证券化的一个开始 那么这个也大大提高了这个呃房屋贷款市场的一个资金供给量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阶段呃美国的房地产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 又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 那么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政府开始逐步的允许更多的机构 包括私人投资到这个贷款行业中 就是你个人也可以去呃开始贷款啊 包括这个Securityize啊或卖到这个整个的这个二级市场 那么这个就是说等于是更加完善的推动了这个这个呃地产贷款业的发展 那么更更是保证了这个呃市场上资金的这个充足 那么呃在实际上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呃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啊 实际上我们在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九十年代都经历了很多这个经济危机 那么呃美国政府在这之间呃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啊 让这个整个贷款的这个regulation法规更加完善 比如说这个在四五十年代啊 当时这个美国的种族歧视应该还是非常的严重 那么呃在1968年也是呃美国推出这个fair lending的一个呃act正式禁止了这个呃种族歧视 在七十年代也是呃呃加入了这个包括性性别上歧视的这个这个这个条文 那么呃另外一个就是这个debt to income的racial发展 那么我想这个呃任何贷款的这个关键就是你的这个债务跟你income的比例 那么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呃上个世纪25%到现在发展到这50% 可以说这个贷款方面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哇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只有听了第一段就觉得已经感觉到原来美国的房贷的历史的发展史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感谢Andrew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讲一个我认为是更精彩的主题 关注朋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Google Max Real Founder 相送回复今年贷款市场情况 展望2021年公司发展成聘各项贷款人才 德利洋地产公司卖方经济扰聚散 破析最新房地产市场状况及新上市屋介绍 资深贷款经济张力清华金融本科 总结2020年经济形势大事件分析未来利率走势 12月26、27周六日两晚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曼谈好时光 冬天COVID疫情扩散升级 咽喉痛流鼻涕怎么办 高烧只能吃退烧药吗 COVID确诊居家避疫 不能出门怎么样得到帮助 Amanda葛医师作为武汉人 曾参与中美新冠疑似或确诊病人的救治 中药避疫茶 有感轻症方 COVID重症清肺排毒汤胶囊 请上herb4us.com购买 herb4us.com herb4us.com 硅谷销售冠军 德利洋地产请勤奉上 2797 Ross Road Palo Alto 现代智能家居融合舒适生活 自房3.5位 3300平方尺 占地9900平方尺 要价598万 237 Mapache Drive Patroller Valley 绝美度假豪宅 五房7.5位 8100平方尺 占地3.33英亩 要价1299万 详情请致电德利洋地产 650-785-5822 欢迎回来 我们在第二段的主题呢 首先要看看 美国从开国以来 经过好几次的大危难 那么在1929 1930年的大萧条 就不用说了 就看看近期 从2000年 2008年 那个时候在东南亚的危机 然后2008年是 subprime 也引起了这么大 这么大的危机 Leman Brothers到台 那么在最近 就是2020年的 这一次疫情 还好 FED呢 他们也名手快 赶快出来救市 然后财政部也不手软 一定要把我美国的经济 拖上来 再有史以来 Andrew请教你 这么多的crisis 美国的政府 包括联储局 他们到底做了哪些措施 确实特别像 这个今年这个时机 我们这个2008年的 这个金融危机 还历历在目 那么这个 在过去十几年来讲 美国的经济 应该是处于 这个一路上扬的 这种稳定增长的 这个局面吧 那么按照这个 经济学的周期理论来看 大家觉得这个 未来的可能这个 经济衰退的几率 会更多一些 那么我们今天 去研究一下历史 看看以往 这个美国政府 是如何处理 这个经济危机的 应该是对我们来讲 至少在心理上 或者在其他方面 会有些帮助 至少说 我们不会为 明天的这种恐惧 而过分的担忧 那么实际上 在这个历史上来看 有两次 这个完全是根据 由这个房屋贷款 这个房屋贷款 而引发这种经济危机 第一次呢 就是在这个 七八十年代 因为当时 怎么讲 当时的银行的贷款 这个机构 还非常的少 当时我们这个 crisis也叫 这个saving a loan crisis 那你从这个字面上来讲 就是说你知道 它的模式什么 就是说 这个机构 是通过收取这个 这个居民的 deposit 存款 然后再把这个存款 放贷出去 它收取一个中间 这个利息差 那么在八十年代 当时呢 这个通货膨胀 是上涨非常的厉害 而且呢 那个通货膨胀来讲 又是一个非常 不健康的 也就是说 叫这个stackflation 也就是说 经济在衰落 但是呢 这个物价还在上涨 所以当时来讲 这个联储局 不得不已的 就是把这个 这个贷款利息 调到超过10% 一度到12%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 像这个saving a loan 的这个银行 基本上它没有 更多的办法 去吸引更多的贷款 那么它以前 放出的这些贷款呢 又是贷款 相对比较利息比较低的 那么这样 这个恶性循环的话 它这个银行的 这个逐步的asset 就变成在 在这个逐步的减少 最后倒成负资产 那么当时的联邦政府呢 也并没有像今天 有这么powerful 可以提供这些大的救助 那么实际上到90年代初 当时美国有超过 1600多家bank 就是没办法只能倒闭 这个对美国经济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一个冲击了 那么在之后 美国联邦政府实际上是 开始了第一次 真正比较大规模 这种financial regulation的 这个reform 也就推出了很多的 这个policy 能够保证说 以后的金融市场 不会再出现 类似的状况 那么第二次 也就是我们 这个大家记得很清楚 就是08年的 这个次贷危机 那么它是因为 这个次贷而引起的 但实际上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 还是说在金融系统中 特别是对这个 一些金融机构 监管还是有很大的漏洞 特别像这些投资银行啊 所以真正的这个危机开始 是从这个很多投资银行 Lemon Brothers倒闭开始 包括其他像这个 Stern啊 像这个Maryland Lynch啊 都是最后不得已的去卖 卖给其他卖掉嘛 那么在这之后呢 实际上也经过几年的时间 联邦政府也是 又再一次的推出了 很多的这种 regulation方面的reform 改革啊这些 像这个2000年初的这种 这个zero down 不查收入的program 我们现在基本上 见不到了嘛 另外一个就是最主要一个 也就是说 包括像这个联储局 在危机发生的时候 是怎么样去应对的 像这种asset purchase program啊 那些设定 这个呢就是说 我想刚才您提到的 在2020年 就是今年这个3月份爆发之后 我们看这个 为什么这联储局 可以真正的非常从容的 推出了这么多的这个program 能够比较成功的 拖住了股市 也拖住了房市 这个其实是跟08年之后的 这个金融改革 有很大的关系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哦经过这个解释啊 让我们觉得很放心的 有财政部 有联储局 就好像家里失火 门口呢 排了一排的救火车 我不怕啦 对 就是要给民众信心 对吧 对经济危机经常会发生嘛 但问题是你的政府 可以有一套的这个系统 能够 呃一个是防范 第二就是说 在危机发生之后 能够迅速的恢复 其实 我觉得美国的政策的制定 还是全世界最好的 好我们再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GMCC万通贷款 现退出大额出租 Jungbo Rental 超低利率 出租独立屋 贷款100万 30年固定 No Point 3% APR 3.04 Loan to Value 50% 查收入 W2 湾区最大最强的 华人Direct Lander 大额贷款 直接审核放款 请速下万通贷款顾问 网站gmccloan.com 便由info at gmccloan.com 贷款顾问加盟短信 650-996-1982 650-996-1982 微扣12月21号2020 FICO800max 4 Financed properties LTV 50% Minimum loan amount Over 54万8 Jungbo Rental Sign rate for重贷或购物 Jungbo Rental ATR 3.04 Subject to Approval 查收入 Rat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GMCC万通贷款 GMCCloan.com Equal Housing Lander DRE 01509029 MMLS 254895 现代人的必需品 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湾区最专业 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 保证品质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 或每家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播卡哦 各式各样 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 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Castino 永和超市隔壁 电话4082536682 老师 接着呢 知道了以上的知识 接着呢 我想问安主 就是那我们都只注重说 哇今天的利息是2.875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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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 这是我们面对我们的 事实上呢在后面还有很大的一个庞大的体系 我要问美国的贷款的运作到底是怎么样呢 好这个美国的这个房屋贷款基本上就是分两大类嘛 一个是commercial loan就是这个商业贷款 另外一个是residential就是住宅贷款 我们今天讲的是residential 主要是住宅贷款 住宅贷款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任何的profit在一到四个unit 你是居住或者说vacation home或者说是投资用的这个住房都可以用这个住宅贷款 那么从这个loan网上来讲呢 就是说分我们经常听到的confirming loan还有jumbo loan confirming loan基本就是这个实际上是政府非常非常严格regulate的这个部分 那么confirming loan的这个loan的这个上限是根据全美的这个平均房价来定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记得在2000年初当时的这个confirming loan的limit只有二十几万嘛 那么逐渐发展到今天五十一万像弯曲呢是七十六万 那么confirming loan因为是通过fanny和freddy mac 然后卖到这个二级市场上的 那么而且这个联储局在这方面也是大力的去扶持嘛 包括这个通过他这个asset这个program 购买的program去support这个市场 所以真正的confirming loan的这个利息也好 还有这个选择也好 应该是比较多一些的 比这个jumbo loan更多一些的 那么当你拿到这个贷款 不管你是从这个银行也好 还是从这个wholesale broker也好 基本上这个贷款会马上在 在几个星期一个月之内就会transfer到这个freddy mac 那么他们实际上就会把您的这个贷款呢 能够这个打包 然后卖到这个二级市场 二级市场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市场 那么他的这个买家来讲 多数比如包括像这个pension fund啊 或者这个insurance公司啊 还有包括个人 基本他们都去会购买这个 以这个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所以这样看呢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利息会每天都变 每天都在跟着这个市场股市在变 也就是这个因素 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你在锁定利息的时候 他是已经跟二级市场把这个当时的利率会已经锁定下来了 那么基本上来讲呢 这个整个贷款呢 是他的利息是受到这个这个bond market 就是这个美国公债的这个这个市场的影响 也就是说当这个股市不太好的时候 更多的investors会会把钱投入到这个公债 或者以这个mortgage backed security的这个这个债券市场 那么他的这个好处就是比较稳定嘛 虽然这个利息这个收益并不是很大 所以这个是 所以我们在目前来refinite来讲 我想特别是湾区多数人还是这个做这个confirming loan 那么今年呢 这个我想因为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价格还在整 还在整 所以呢 我想在明年有可能这个confirming loan的这个上限 有可能会再提高 这个实际上对对我们湾区来讲 应该房地产市场也更更是一个利好消息嘛 因为这个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这个这个program 毕竟我们这边的房价还是比较贵的 所以这个跟我们retail的就是跟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如何运作的话 那么就是让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所利息 然后在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我想趁着这个时间啊 请Andra来介绍一下loan on time 还有你们强大的在back support是怎么样的 我们公司也成立了十几年快二十年 那基本上在湾区来讲 我们目的还是因为我们可以做全加州的这个贷款嘛 主要包括房屋贷款商业贷款 那么我们的目的也是就是说 这个能够找到更多帮助大家能够shopping around 能够找到更最低最好的价钱 那另外一个也是说通过我把我们的这个 在这个这个过程中基的一些经验 也是跟大家去分享 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做出一个比较 在你financial方面一个规划出一个比较好的计划 现在是purchase的还是没有refinance的多 对现在今年来讲 通常这个像purchase loan跟refinance比例在三十七十嘛 三十七十 对今年因为买房子也比较困难 第二个这个refinance确实太多了 现在基本上在1090的这种比例 1090 还有这么多人 他的利息 现在付的利息是比现在offer的利息要高的 对没有错 因为现在来讲 今年的利息啊 这个十五年基本接近两个percent 那么三十年也在两点五percent左右 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 你就算是今年年初做的这个refinance 都有机会在refinance更低了 现在来讲 实际上每天联储局都在拼命的购买这个morgate back to fuel 它基本它的目的就是要能够稳住这个贷款市场 流通性 流通性 因为你贷款市场不稳的话 那么整个房地产市场在下跌的话 就间接的会影响到整个美国经济的一个复苏 劳苦功高的Fed 谢谢Andre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度休息一下 下一段我觉得是今天的highlight最精彩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房屋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 让每一个homeowner都有机会申请到更低利率的贷款 Long On Time贷款公司提供给您最快捷的方式 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并及时提出申请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在美国平均每年有超过80万的人有心脏疾病 或是不幸患了癌症 中风等重大疾病 没有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对很多承受病痛中的家庭来说 在经济与身心上都扛着极重的负担 苦不堪言 别让自己成为亲人的包袱 最专业的范语集团 888-831-8868 GMCC万通贷款现退出大额出租 Jumbo Rental超低利率 出租独立屋 贷款100万 30年固定No Point 3% ADR 3.04 Long to Value 50% 查收入W2湾区最大最强的华人Direct Lander 大额贷款直接审核放款 请速加万通贷款顾问 网站GMCCLoan.com 便由info at GMCCLoan.com 贷款顾问加盟短信 650-996-1982 650-996-1982 雷口12月21号2020 FICO800Max 4 Financed Properties LTV 50% Milliman Loan Amount Over 54,8 Jumbo Rental Same Rate for重贷货购购物 Jumbo Rental APR 3.04 Subject to Approval 查收入 Rac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GMCC万通贷款 GMCCLoan.com Equal Housing Lander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2020年现在已经是12月份了 马上就要过去了 那我们期待的2021年 应该是要比2020年 要好的很多的一年 请教Andrew B 2021年的房屋贷款市场 您的预测是什么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前面 啰啰嗦嗦嗦讲这么多 就是想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事情 可能有的时候 或者任何大的决定 都希望能够听听别的意见 能够至少找一点这个理由 帮助自己做这个Decision 那么实际上来讲 这个我在回想 这个过去这个十几年 二十年 这个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市场预测 我觉得实际上其中这个 百分之五十以上 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至少说就是说 他虽然说的没有错 但也没有给我一个 非常直接的这个Decision 能够帮助我做任何的这种决定 那么另外的49% 应该都是错的了 那么只有也就是说 大概1%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通常也很难说 去接受这个1%人的 这种建议了 那么其实我觉得 对这个房地产市场的预期 应该比这个对股票市场预期 应该是更容易一些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那么第一个是给你比较长的时间去验证 同时呢 在这个在阶段里呢 也可以说给你一个纠正的这个这个这个机会 那么我们看这个在金融危机之后 这个美国整个房地产上升 应该说跟这个2000年初的这个这个房地产 Bubble 那个时候状况应该是有蛮大的区别 也就是说在 我觉得在最近几年来讲 多数的这个buyer 他们买房还是用于自住 或者是长期投资 真正是这个短期去炒房 这种比例还是比较低一些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在贷款行业这个变化 在近期很多人贷款基本上都是这个15年或30年固定的这个fix 另外这个arm也是比较长的 像这个五年啊 七年比较长的长期贷款 利息又比较低 同时大家付的首付也就也比较高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是假设说未来这个经济会出现衰退 那么那么我相信这个很多的屋主也不会说 就轻易的把这个房子抛售到市场去 像那个009年 10年的时候这个short sale bank home那个property那么多 所以这个就保证说未来来讲 不管这个整个市场是不是有一个波动 那么整个房市应该还是相对会稳定一些 因为房子就这样 你没有抛售这个价钱是不会跌的 另外一个来讲 我觉得就是通过我们前面讲 我觉得我还是对这个整个的美国这个系统来更多的会更有信心 更乐观一些 因为实际上我们不管未来的总统怎么样 谁上台或什么样的policy 但是这个可以说近一个世纪来 这个美国整个对房屋市场的这个policy 就是它的根本是没有太大改变的 就是说它一定要维持这个这个value啊 一定要让这个整个地产市场能够持续繁荣下去 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对我们平民百姓是一个更大的一种 这个怎么讲一种支持吗 因为本身来讲我们很多平民百姓 你的基本上所有的资产 都不是放在股市就放在房地产市场 那如果这个政府如果可以全力去维持这个value的话 那实际上也是这个保证我们这个 我们个人的这个金融不会说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总体来讲 这个明年我相信这个coronavirus一定会过去 那么我们应该是会有更大的 对明年整个市场发展应该是更多一些的信心 那么这个2020年啊 确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多灾多难 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这个发生过的全部聚集在一年中发生 那么现在终于是快过去了 所以我在这里也是 祝愿大家能够在明年可以充分利用好 这个贷款这个工具 能够这个帮助你在这个个人的这个理财中 取得这个更大的成功 好的 非常感谢Andre 我觉得Andre还是希望各位朋友 因为疫苗有效的这种正在测试之间 如果到了明年三四月 每个人都可以接种疫苗 那么我们就变成了百度不侵 今天非常感谢Long On Time的Andre B 腰带款找Andre 宁光屏下就是他的电话号码 感谢您 谢谢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五十点半再见 房屋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 让每一个Homeowner都有机会申请到更低利率的贷款 Long On Time贷款公司 提供给您最快捷的方式 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 并及时提出申请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Gugan Max Real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ugan Max Rea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双双业绩显赫 专业的培训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 请来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好消息 最近贷款利率历史新低 Conforming 548,030年固定2.5% 15年固定2.25% 江波Conforming 822,030年固定2.75% 15年固定2.375% 无任何费用 548,000以下出租房利率也是新低 有需要请找张力 电话408-315-9470 或电邮到lee at leezancorp.com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系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恰谈详情 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第二届财经嘉年华 KTSF26台的TV专辑 今天访问到的嘉宾 他是Rosemary Wang 他创办One Accountancy 是在三十多年前 他自己做这一行的生意 已经做了这么这么的久 所有的case 所有的困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 他都已经经过了 今天我们有四段非常重要的这些问题 要来解答我们的观众朋友 第一个就是在2020年到现在以来 纾困法案行之至今 我们还有哪一些项目是可以降低我们的所得税的 这个重要吧 王会计师请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在川普三月份签订的这个法案当中 还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在短短的这个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利用的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帮助大家的部分是现金捐给慈善单位 因为在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有很多的慈善单位极需要大家的帮助 因此呢有一个优惠 就说呢如果呢您捐了现金到慈善单位 就说non-profit organization 或者是捐到这个operating private foundation 一样的都有百分之百的减到你的AGI 比如说呢你的AGI是五万块 好就可以如果你捐了是五万块 可以百分之百的扣掉你的AGI 好这个是非常大的优惠 在这个最后的阶段 如果你认为说你的itemized deduction 还要再增加的话呢 这个是可以充分利用的 但是注意的是说一定要是现金 如果你捐了什么口罩啦 那些是百分之六十的 你的AGI可以减税 那另外呢企业行号公司行号一样的有优惠 本来呢是10%你的tax for income减税 比如说你是soul proprietor这种的行业 或者是说你s corporation等等啊 你仍然是可以捐赠现金到一个non-profit organization 可以减到25% 25%过去呢只能减10% 好所以这是非常可以利用的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standard deduction的人 也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哦 因为呢standard deduction你仍然每一个个人让你减300块钱 好那如果一个家庭呢可以减600块钱 多少都可以帮助你减税 好或者是说你如果是standard deduction 2020年的最高额度一个付付呢 是24800块钱 如果说你的这个standard deduction的amount 如果说你的这个所谓的付给mortgage 或者是付给这个这个property tax 这个property tax非常接近这个24800块钱的话呢 您可以考虑多捐一点到这个non-profit organization 让你的这个减税能够变成itemized deduction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再过来呢 现在因为疫情嘛 如果说你急需要现金 你可以多从你的这个退休金账户里面提出最高10万块钱 好提出来怎么办呢 由你自己来衡量你的财力来这个决定 到底提出来这个10万块钱 你要不要在当年度就是今年度认定所得 或者是你可以分摊到未来的三年来认定所得 或者是说我都不要认定所得 我可以在未来的三年之内呢 回还到我的账户里面去 所以就不是你的tax for银行了 好这是另外呢 我要提的一点是也是蛮重要的 我认为啊 就是说net operating loss 因为很可能在今年你可能营业是没有这么高 会造成你的营业损失 川普在以前呢 在2017年签的这个税法 他是不允许企业或者是小商业回头去amend你的tax return 但是只要你的loss在2020年 2019年2018年 这三个年度你所产生的loss 不要忘记你可以去amend过去五年的税改 五年的税表 去拿一些现金回来帮助你的现金流 或者是如果你在2017年有loss可以回头去修改过去两年的税表拿一点现金回来帮助自己 好另外一点呢要提的就是说年化所得 为什么叫年化所得 说我们拿W2的人薪水是非常平均每个月都领 但是如果我是小商业可能我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并没有说每个月都那么固定 或者是说我卖股票 我很可能是集中在下半年度或者是说集中在甚至最后一个月 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记得要年化你的所得 当然这个是有点技术上的比较辛苦一点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就问你的会计师或者是说自己google一下怎么样年化所得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说降低可能我预估税缴交不足的罚款 一般薪资会维承你的预估税但是呢如果你卖的股票不会有自动缴你的预估税 这个时候呢记得年化你的所得降低你的预估税 什么的表格可以用呢联邦用FORM2210加州用5805这两个表格 好谢谢大家第一个阶段我们谈到这里 哇王会计师讲到这边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绝对会是含金量 百分之一万真的是太好了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是的一定可以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进行了第一段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进行第二段的主题 GMCC万通贷款线退出大额出租 Jumbo Rental超低利率出租独立屋贷款一百万 三十年固定no point 百分之三 APR3.04 loan to value 百分之五十 查收入W2湾区最大最强的华人Direct Lander 大额贷款直接审核放款 请速加万通贷款顾问 网站gmccloan.com 电邮infoatgmccloan.com 贷款顾问加盟短信 650-996-1982 650-996-1982 Ray Calls 2月21号2020 FICO 800 MAX 4 Financed properties LTV 50% Milliman loan amount over 54万8 Jumbo Rental Same rate for重贷或购物 Jumbo Rental APR 3.04 Subject to approval查收入 Ra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GMCC万通贷款 GMccloan.com Equal Housing Lander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北利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 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 珍珠 迎刃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基 宝博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志爱挑选 最称心完美的比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tosay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查询请致电 408-983-2688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湾区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欢迎回来 在我们湾区 有很多的华人 他们在海外都有投资 或者是他们有存钱 在海外 或者是身份是外国人 可是他有投资美国公司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到底应该注意什么事情 那比如说 不管是2020年也好了 或者是以后也好 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 全部的注意力 再度交给 Rosemary Wang 王会计师 是 第二个阶段呢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主题 来告诉大家 是因为呢 到目前为止 我碰到的很多客人 还有这方面的问题 而且呢 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呢 国税局罚款 可是很重的 所以呢 我们要非常注意 如果你在海 我们是有海外的公司 这一方面 如果是海外持股 就说呢 你如果是美国人 美国居民 美国公民 美国绿卡 你在海外有持股 超过10%的股权 或者是说 你在海外公司 有担任重要职务 譬如说是董事啦 之类的 在报税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 你要申报一个表格 叫做五四七一 这个表格 那么如果你没有申报 国税局是每一年都会罚款 每一年罚一万块钱 那么以后 如果国税局通知你 你再没有注意 没有去报这个税表的话呢 它可以每三个月 罚你一万块 每三个月罚你一万块 所以呢 最高可能会罚到五万块 所以非常注意 那再来是反过来 如果说呢 是外资 就是说我这边有一个子公司 可能我的母公司在海外 如果说外资 控我们美国的股份 超过25%的话呢 我们是另外一个表格 要注意 就是叫做 FORM五四七二 五四七二 这个罚款调整的到非常高 每一年 如果你没有报这个表格的话呢 罚款是两万五千块钱 这个是不值得的 所以要非常注意 那当然另外一个是 大家都非常熟悉 所以所谓的肥爸肥咖条款 这个在海外的金融账户 如果是个人或者是公司 你有在海外有账户的话呢 或者是没有账户 但是你有签字权之类的 那么你任何一天 那个账户超过一万块钱的话呢 是总价值哦 不是说我每个账户不到一万 我就不用报 不是的 是每个小账户你要加总 到了一万块 你就必须申报 而且这个报表 一定要用电池申报 不可以用paper filing 那么这个是肥爸条款 怎么罚呢 如果你没有报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一年他罚你一万块钱 我们加州是不罚的 这一块很奇怪 加州是不罚的 那如果你故意 不是得问报的话呢 罚款是十万美元哦 或者是你账户余额的 百分之五十 两个取高的 这个罚款也是非常重 所以非常注意 那行为严重的话怎么样呢 刑事责任 会坐牢的 另外呢 海外如果有金融账户怎么办 我们居住在美国的个人 夫妻如果是联合申报的话呢 在十二月三十一号 那一天 如果你的金额是超过十万美金 或者是任何一天金额是十五万美金的话呢 你就必须申报 这个财产是包含什么 包含股票账户 包含现金账户 包含你的这个人寿保险 有现金值的都要算 要记得算 那我如果夫妻分开申报的话呢 当然金额就是减半 十二月三十一号那一天是五万块 一年当中任何一天的话呢 就是七万五千块钱 如果说我居住在海外的人 我美国人居民 美国公民绿卡 我居住在海外 要证明你在海外三百三十天 这个时候 如果夫妻合并申报的话呢 十二月三十一号那一天 你如果金额到达四十万 记得要申报 另外任何一天 夫妻两个人合起来 如果超过六十万 要申报 如果是夫妻分开申报的话呢 当然金额就是减半 十二月三十一号那一天呢 是大于二十万 任何一天 如果大于这个三十万 就要申报 公司行号 任何一天 如果你大于五万块的话呢 记得要申报 要申报 这个罚款就很重 联邦罚一万 加州罚一万 所以一年 如果你这个表没有处理的话呢 一共是罚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 行为严重的 一样可能会坐牢 这非常注意 海外的赠予 海外的赠予 外国人赠予给我们 这个大家知道 十万块我要申报 如果你持报 或者是漏报 它是你赠予的金额的 全部的百分之三十percent 罚款 罚款这是一年 一年罚一次 好 那罚款 我们报赠予 所以到底是谁申报 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如果是我美国人 接受别人的赠予 美国人 接受别人的赠予 这个 你这个美国人 就什么事都不用做 是赠予人的事情 赠予人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 是美国人赠予 跟美国人 那就受赠人没事 但是赠予人 记得要报 这个报这个表格709 那如果是外国人 赠予给我们美国人 记得是我们美国人的责任 要申报 这个表格是3520 好 那么我就谈到这里 这个阶段 谢谢 哇 这个做会计的事 要记住这么多事情 并且还有很多条文 是与时俱进的 真的是不能不注意到 所以你看 现在我们的华人 您是不是都已经申报了呢 如果没有申报 被抓到是处罚这么多 更严重还要坐牢 这是得不偿失 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注意 如果您不懂 就请问专家 那么王荣梅会计师事务所呢 由王荣梅 我说她专精 国内海外通通专精 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还有更重要的条款 跟大家说明 GMCC万通贷款 资深贷款经济降码 凭借丰富的贷款经验 专业的知识 真诚服务广大客户 提供各种贷款方案 帮您实现买屋梦 降低利率 更帮助了客户实现 投资的梦想 预约一对一资讯 请致电降码 4088583198 GMCC12月份 自住房贷款重贷利率 Soft Confirming Loan 54万8到82万2 30年固定 2.75%APR 54万8以下 30年固定 2.5%APR 特别推出 投资房 30年固定 3%APR 全部没有任何费用 请致电降码 4088583198 GMCC12月份 观众朋友 欢迎回来 在纾困法案中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PPP 这个是针对小业主 他们的这个 Paycheck等等 能够顺利的进行 不至于造成 他的employee会被layoff 但是这个PPP中间呢 也有很多相关的事宜 我们不得不注意 现在请王会计师告诉我们 好的 第三个阶段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主题呢 这个Paycheck Protect Plan 这个program 已经是大家 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也非常多的企业呢 也拿到了这个帮助 这个企业的帮助 是非常的 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 现在呢 接近的尾声 好 接近尾声 很多人有个问题 到底我拿到了这个PPP loan 要不要当成我的银行 到不要当成我的所得呢 很多询问 所以呢 今天我特别想要告诉大家 到底这个PPP拿到以后呢 我要不要当成我的所得来申报呢 好 我告诉大家 当你拿到方顶的时候呢 记账的方式是这样的 你要借方 所谓的会计术语 借方 是叫做Debit Sign 你当成银行入账 Credit Sign 所谓的贷方 当什么呢 你暂时当成一个借款 Loan OK 等到你申请 这个Forgiveness 同意的时候 被Approve的时候呢 怎么记账 好 借方 把这个Loan充掉 刚刚是贷方的借款 我们现在是借方的借款 把它充掉 所以这个Loan就不存在了 然后呢 再来一个 我要提醒各位 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再记一次借方 但是呢 我借方记什么呢 negative 这个Other Expenses 好 我记一个负的费用 负的费用 也就是说呢 造成我这个 我不要去扣掉 我的这所谓的薪资费用 我当成一个是Other Expenses 但是呢 是负的Other Expenses 所以不影响我的所得 好 不影响我的所得 为什么要这么记呢 因为呢 记得我们小商业 有一个减税的一个优惠 叫做Section 199A 这个呢 这个时候呢 因为很可能 你需要用到W2的income W2的income 所以我建议你 当在记这个Funding 被forgive的时候呢 不要去冲掉 你的这个payroll 里面的W2income 这个非常重要 会影响到降低 你的这个199A的deduction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个发生 这是激荡的方式 如果说我要去免偿还 我用什么表格呢 现在有个简化的表格 叫做3508S 这个表格 只要你的贷款在5万块以下的话呢 你是不用去填那个很繁琐的那个表格 五个页的那个3508 你只要填这个两页的非常简单的一个3508S 可以说是自动就要还你了 然后另外一个稍微再简化一点的 叫做3508EZ 这个表格谁符合呢 如果你是self employee 可以填这个的 或者是说 你并没有把员工的薪水 降低到超过25% 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用3508EZ 其他情况 你就要用这个比较繁琐的 5个页的这个3508来申报 免偿还 没有得到PPP的人 也不用担心 有些企业它是没有申请到的 这个时候呢 另外国税也提供了一个 一个帮助我们业主的机会 叫做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他就说利用薪资申报这方面 他希望你不要去 尽量不要去lay off员工 尽量keep这个员工在薪资上面 所以只要你能够 keep员工在薪资上面的话 你有机会得到政府的帮助 这个叫做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这个申请的表格是用7200 7200 那么申请这个资付薪资的期间呢 它有限制的 是3月的13号2020年到12月31号2020年 这个当中的薪资是符合申请资格 好另外呢 谁才符合申请这样的一个补助呢 好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 就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我2020年跟2019年两年相比 quarter by quarter 第一个quarter比第二个quarter 两年的第一个quarter相比如果下降的幅度超过50% 你可以得到这个政府的现金补助 好第二个quarter仍然下降超过50% 还是可以得到现金补助 每一次你都用表格7200去申请 好如果第三个因为疫情稍微缓和了 虽然现在不是缓和但是呢 问题是真正在账目上面 如果疫情缓和的话呢 你可以啊 就算你不超过50%的下降幅度 第一次啊 你稍微恢复一点的时候呢 仍然可以申请补助 但是继续恢复你的这个金额 这个营业额的话呢 下降幅度没有超过50%的话呢 就不能再申请了 好那怎么申请呢 它是怎么样给你这个补助呢 就是说啊 如果我一个季度 每一个员工最多是补助5000块钱 一个季度就算说员工 他的薪水是2万块 但是他还是最高用1万块来计算 1万块的51% 一个员工最多一个季度 补助5000块钱 另外一个情况二 刚刚讲过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流行政府规定 你不能营业 shut down 这个情况下呢 也可以申请 如果你没有拿到PPP的话呢 也可以借由这个管道 得到现金补助 谢谢大家 哇好精彩 好 那么我相信观众朋友 听到这个地方 一定还有很多问题 也许在下一段里面呢 您的问题就被解答了 万一没有被解答呢 大家就直接打电话去找王若梅吧 好 我们这一段告一段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进行第四段 GMCC 万通贷款 现退出大额出租 Jumbo Rental 超低利率 出租独立屋 贷款100万 30年固定 No Point 3% APR 3.04 Long to Value 50% 查收入 W2 湾区最大最强的 华人Direct Lander 大额贷款 直接审核放款 请速下万通贷款顾问 网站 GMCCLoan.com 便由 Info at GMCCLoan.com 贷款顾问加盟短信 650-996-1982 650-996-1982 Ray Calls 2月21号2020 FICO 800 Max 4 Financed properties LTV 50% Minimum loan amount over 54,8 Jumbo Rental Sain rate for重贷或购物 Jumbo Rental APR 3.04 Subject to Approval 查收入 Ra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GMCC万通贷款 GMCCLoan.com Equal Housing Lander DRE 01509029 MLS 254895 病情判得准 却未找得准 下真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Julie Joe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盗病除 FREMA和CAMPELL 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D Whew Come on 欢迎回到第四段的王柔梅会计师的演讲 那么如果是民主党上台 那拜登做了总统 他的policy呢 是不是会reflect到 他在选前说的税率会怎么调 个人怎么涨 然后公司怎么涨 那在这一串的改变的税务的政策之下 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做一些什么准备 然后在明年又有哪一些 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税 还是尽量的低一点 是吧 王会计师 是 这一点请告诉我们 好的 现在我相信已经底定了 这个竞选 这个拜登这个 我相信是没有问题 应该是他当选 他当选的时候 有一个magic number 我叫他magic number 是40万 40万以下的收入 不受他的税改 他要提高税率 但是40万以下的话 是不会受影响 唯一影响的是说 你们个人 个人的taxable income 如果到达40万以上的话 这个所得税率会从现在的 其实37%提高到39.6% 这是一个个人 但是夫妇两个人不见得 不代表就是80万 他大概五六十万 现在还不确定 但是确定的是说 以40万为个分水领 我叫他magic number 那么长期资本利得税 这个long-term capital gain 如果说你们的夫妇两个人的taxable income 超过100万 不再有优惠的20%的long-term capital gain 会变成要克39.6% 这相当高 另外还要再加3.8%的net investment的 income taxable income 所以这个事要非常注意 再来就是说earned income 如果说w2也好 或者是我1099的这种赚劳力赚来的钱 超过40万的话呢 会加增6.2%的social security tax 雇主相对应的 也要支付多的这个6.2% 那么另外 我们现在无上限的这个itemized deduction 也会被限制一个上限 大概会限制到28% 再过来会取消这个最重要的一个step up basis 就是说人人过世以后呢 他所拥有的这个财富 如果有这个capital gain 这一块会一笔勾销 随着过世会随风飘逝 所以说但是拜登会把这个step up basis取消掉 而且会把现在1158万很高的这个免税额度 我们申请也可以利用的这个免税额度 会大幅的下降 大幅的下降 所以这个都是不是很不是很这个很大家很乐意见的 另外呢 企业呢所得税会提高 从21%会提高到28% 那么如果企业的book income book的revenue不是tax的revenue book的revenue超过100个million的话呢 而且没有缴税的话呢 你要课征15%的AMT 那另外会恢复一些energy credit 这是好的 也会提高我们的child test credit 六岁以下的话呢 会从现在的2000提高到3600块 然后7岁到17岁的也会提高 从2000提高到3000块钱 那另外呢 如果是这个你家里有抚养亲属 这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expenses credit 也会提高 而且提的蛮高的 好像是到超大8000块钱 所以有小孩的家庭可能会造福了 那怎么应付这些变化呢 如果你有appreciated stock 考虑在今年卖掉 因为今年long-term capital gain 是20%最高 那如果说明年 你可能hit这个40万的话 或者是100万的话 这你要千万注意 可能你把他在今年把 你觉得会appreciated stock 干脆在今年把它卖掉 那另外在estate tax planning的话 遗产规划方面 既然我们没有step up basis 而且呢 他的政策很可能是 我人过世的时候 可能当下就要缴capital gain 现在不确定 但是很可能 另外很可能是说 不管怎么样 你未来是这个capital gain 少不掉的 那何不我利用 现在我有最高额度 1158万的机会 我多赠予一点出去 给侄女也好 给你想赠予的人也好 充满利用这个 生前免税额度这么高 这个机会 那另外呢 如果你这个有stock option 也许你想一下 也许在年底前把它convert 免得明年你convert的话 income太高 你可以的这个39.6% 那另外如果说你要asset in stock option 也一样的 就另外还有就是说 你可以convert你的这个stock convert你的Aira到Ross Aira 也是个机会 因为今年很可能 你不会heat到39.6% 明年可能会heat 39.6% 那另外机器设备购买 purchase这个fixed assets 这一方面我们平常很高兴 我们这个可以enjoy这个179 second179的减税 那因为呢你希望把这个费用defer到未来 降低你的所得税 避免heat这个39.6% 所以我建议 今年你购买的资本设备财 不要take这个179 那我们用这个逐年摊集的方式 让你未来这个慢慢享用 这个deprecation expenses 出租的房子一样的 你可以利用1031 一栋换多栋 然后呢 每一栋可以慢慢卖 这样你不会一次卖得到这么大的gain 脚这么高的税 好吧 谢谢 哇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我们今天实在学到很多 非常感谢 One Accountancy的Rosemary Wang 谢谢你 如果观众朋友 您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被解答到 没问题 直接找王会计师 好 财经嘉年华呢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继续健康 继续快乐 假期愉快 谢谢您 谢谢嘉宾 也谢谢观众朋友 再见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片地级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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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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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